孤独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第四卷 而第四卷的开始的课判 我们先把课判把它理一个清除 这是金钟分的第二段 维说维是等流自卑日教分两段 第一 物证如来信觉 第二 宝序菩萨初心 现在讲的是第一段 物证如来信觉 物证如来信觉分两段 第一 积三道乘三德 第二 节一经立五明 现在是讲的第一段 积三道乘三德分为三段 第一 贤如来藏 第二 明元同门 第三 是福提路 现在还在讲第一段 显如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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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段 第一 立万法 显如来藏 而开远屋 这就是上师讲过的到第三卷为止 显如来藏 显如来藏 我发愿 所有古著 所有古著里面 所有古著里面 古著的一种理解 为发前人所未发 那么这一段分两段 第一 因满词 显如来藏 而广显 这是对福罗罗讲的 跟福罗罗的问答的话 就是在这一刻 跟福罗罗讲完之后 欧南提出来问 那就是第二段 庚子下第二 因欧南自闻 而劝妙修 所以这个第一颗 对福罗罗说的 一方面还显示前面的离的 这个彼此俘庸的道理 一方面要提示欧南 要把这过去只贪多闻的 这种的想法 要改成了一节道行 用心在修行方面下功夫 用意在这里 所以后边注重在对欧南 他停滞在多闻 不用功修行 这样不行 就劝他要因法修行 所以叫做因欧南自闻 而劝妙修 现在讲的第一段 因蛮词 年语 而广显 蛮词啊 蛮词啊 就是福罗罗 福罗罗翻成中国话 简单就是叫做蛮词子 你跟住人 接住上面第三卷的七大桌边的文字 是讲完之后跟住人 他升级 由前文七大桌边的道理 跟四科的文字 所有的语问呢 跟着这个疑问 要提出来 请佛说明 那么佛为他详细开示 叫做王贤 那么这一课文分两段 第一叫做成前问徐 第二次第说事 次第说事就是正说 这个以四地险儒而上而劝妙修的道理 第一的成前问徐啊 他这个文字是学人眼睛一样的简化 很简单 他的内涵的意思应当是两段 第一是成前问 第二佛的答复是成问徐 应当是这样 合并起来就是成前问徐 就是成前问 而弗洛罗提出来问 请问于佛 佛由他的问话 那么允许为他说明 所以佛的答复叫做 应当是成问徐 这个课办应当是这样看 成前问 成问徐 弗洛罗的话是问 佛的答复是徐 看着经文 而是弗洛罗 弥多罗尼茨 在大众中 自从做起 偏袒 偏袒又尖 又是一浊地 合掌 恭敬 而白佛言 这是 杰吉金家 叙述 当时佛罗奴 要请问佛法 那么出来的 向佛的礼仪尽的礼仪猫 就是身后一三叶恭敬 而是 就是前面七大周辩文讲完了 大众 获得本有的妙心了 那么 我那开吴呢 说句与赞佛 同时发愿 这个话说完的时候 叫做儿时 当时法会中 有弗洛罗尼茨 他对于前面的四口七大的文字啊 听过佛说之后 他有疑问 有疑问要提出来请问佛 所以弗洛罗 他就出来 为了要请法 要表示对佛的恭敬 佛罗罗 翻成中国话 叫做满愿 弥多罗尼 翻成中文 叫做慈女 慈悲的慈 尼就是女人的女 他是把父亲跟母亲的名字连起来 做他的名字 就是满愿 慈女的儿子 所以叫做佛罗罗 弥多罗尼茨 平常是懒得念那么多字 我们一般从古以来喜欢简列 所以把这个满愿慈女子 简称叫做满慈子 满慈子 所以这个科判里面叫做满慈 因满慈年仪而光鲜 满慈就是满愿慈女的儿子 简称就是满慈子 富罗尼茨 他在佛弟子当中 佛 当时有千二百五十年的常随众 啊 常随众中 有十位大弟子 为全体的身众所尊重的 这十位大弟子啊 所谓十大弟子 第一就是舍利伯 他是智慧第一 第二是目犍连 神通第一 第三是摩护家舍 是头头性第一 第四是奥罗罗律 就是奥罗罗通 奥罗律 他是天眼第一 第五虚佛提 解空第一 第六就是现在讲的佛罗罗 佛罗罗弥度罗尼茨 他是说法第一 接触经文里面就有说到 佛经常啊 推荐他 他是在佛弟子当中的说法第一的人 啊 所以佛罗罗是说法第一 这是第六位 第七是家战元 啊 奥密度经里面有家战元 家战元是论域第一 第八的尤伯林 是磁律第一 十戒最清净 十戒唯一大众的 啊 的纲铃 这在第五元 说二十五元通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提出来 第九就是罗罗罗 佛做太子的时候 啊 这个他的儿子 啊 罗赫罗 就佛的一位亲生儿子了 第十是欧南 啊 欧南就是现在本经的当机中 啊 唯一本经的 啊 这个发起人 啊 由他的因缘呢 发起这部经 他处处提出问题来问 那么就是本经的当机 现在佛罗罗出来问 啊 他要请法呀 必定要表示恭敬 所以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 他听经的时候 是叫做主听的 做主听经的时候啊 佛在世的时候的印度人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用一块大布把身体包起来 啊 在家人 多数用白的 所以叫做白衣 出家人 用坏色衣 啊 把这个白色的衣服要染成 染成坏色 但是他照样的 也是一块大布包起来 不管他做成五条七条 甚至二十五条 二长一短 四长一短 但是他还是一块大布 那么他做主听经的时候 是把整个身体包起来的 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看不到 你看看南传佛教 可以知道 泰国 面殿 西兰 这些南传佛教的国家 他们那边的出家人 还保持着佛在世的那种大衣 把整个身体包起来 嗯 那么做的时候听法 全身包起来 现在未了要请法呀 对佛表示恭敬 所以在他在大众 这个大众就是指 佛说愣眼睛的时候 当时的所有听众 在这个当时所有听众当中 他本来是做主听 现在未了要请法 即从做其 即随时 前面第三卷的经文 刚刚讲完 随时他就起来了 从座位起来 起来未了要请法 要来到佛的法座前 本来把全身包裹起来的 这个衣服 把这个衣服啊 搭在左肩 所以啊 偏袒右肩 我们 中国佛教的传统的 这个邱家人的衣服 这个三衣啊 是经过改良的 经过改良 这个起源是 在这个唐朝啊 到旋律师 由此开始 把衣 用衣钩 衣款 勾起来 只搭在左肩 是路肩右肩 因为我们中国人 不是单搭这个衣服 他们佛在世的时候 出家只有三衣 不像我们呢 还有短褂子 还有中褂子 长褂子 还有海青 最起码上面穿过海青 才搭衣 所以我们平常是 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我们的衣 都是搭在左肩 落右肩 右肩不是肉出来 因为它还有衣服啊 里面还有海青 短褂子 最起码 因此之故 我们对于这个平常时 因为家裁不是整个身体包起来 比较不了解这个道理 看看南川佛教就可以知道 他们平常是是包起来的 全身包起来 把脖子一下整个包起来 那么他要请罚 为了要请罚的时候 对佛 对佛表示恭敬 为什么要露出右肩呢 表示啊 有事弟子服其劳 凡是老师有什么事情 弟子要为老师服务的时候啊 都是用右手的 不可能有左脖子的 但是左脖子他并没有把衣 搭在这个右肩呢 他还是要用右手 照规定 凡是有什么工作 都是用右手 那么因此把右肩 落出来 右手比较方便了 要办事方便 以这种方式来表示恭敬 有事弟子服其劳 那么当然这是人与里面的话了 孔夫子的话 但是我们借用啊 佛在是也有这种用意 所以他们做弟子的凡是要问法 若有间 加上搭在左肩上 所以叫做偏谈右肩 显状三藏法师翻译的佛经啊 有些他翻作偏谈一肩 一肩 没有写一定的右肩 因为凡是偏谈一肩 必定是右肩 是一肩也是右边的一肩 不会偏谈左肩 不会因为你是左脖子 就把左肩坦露出来 搭在右肩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偏谈一肩也是右肩 现在这里经文显明的说出 佛罗奴 把右肩坦露出来 一搭在左肩上 那么来到佛的法咒前 右膝左地 这个跪法呀 只有一个脚跪下去 右肩就是右脚的膝盖 右脚的膝盖跪到地面上 那么左脚是竖起来的 左脚竖起来 左脚的膝盖是朝天的竖起来的 只跪一脚 从前的人看外台戏呀 人家演戏的 你看那个演戏的 他这个跪的方式都是这一种 这叫做扶跪 西边的跪的方式都是这样 也叫做扶跪 我们中国人呢 比较很贡高的 自己才是人 其他的都是华纳 看西边一代的人呢 扶 扶就是华纳 我们就说 我这谁华纳 瞧不起 中国人的贡高我们 所以叫做扶跪 扶跪就是右膝跪下去 左脚竖起来 在佛前 右膝着地 那么 右膝跪下去 左脚竖起来 在佛前 活掌 十个指掌活起来 这个十指掌活起来 叫做活掌 表示恭敬 佛法的恭敬 就是活掌 我们学佛的人 佛教徒 彼此见面最起码的恭敬 和掌 彼此见面 和掌 现在人家港湖 他是双管齐下 又和掌又握手 东西同时来 我们佛法是规定和掌 西洋人是握手 他要和掌了 还是要再握手 我曾看过这种情况 那好像礼貌特别周到 以佛法的规定 我们学佛的人 见面只有和掌 最起码和掌 再恭敬点 就是问训 问训就是举功了 举功 现在这里 呼伦楼来到佛前 和掌 恭敬 至成恭敬 然后 说出下面的话来 丙白于释迦牟尼佛 所以叫做 而白佛言 这个白字很重要 这就是表示恭敬的意思 这个弟子对师长长辈讲话 都叫做丙白 丙白 而长辈对弟子讲话 就叫做告 所以你看金刚经 佛告虚佛提 佛告虚佛提 他就没有说佛白虚佛提 没什么颠倒的 佛是告虚佛提 而虚佛提是白佛言 虚佛提白佛言 他必定要表示 这样子才 叫做师徒关心 彼此的尊敬 一定的这个符号 弟子对师长讲话 白 丙白 而师长对弟子讲话 告 跟你说 告跟你说 不像现在人 现在分不清楚了 就是孙子对老祖父讲话 也是说我告诉你 阿公啊我告诉你 不管你多老大 我还是要告诉你 不是用丙白的 现在人已经不白了 白不起来 因为太黑了 所以这个白 它是表示恭敬 告是普通的 凡是长辈对弟子讲话 对下辈人讲话 都可以叫做告 所以这里他分得很清楚的 佛罗罗对佛讲话 叫做禀白 所以儿白佛言 这段文里面呢 就合并说明三夜恭敬的道理在里面 偏袒右肩 又随着地 合掌 这是深夜恭敬 这个凡是要问法 必定要内心提起恭敬心来 所以叫做恭敬 恭敬就是一夜恭敬 前文到合掌是深夜恭敬 恭敬两个字就是表示一夜恭敬 而白佛言下面说出来的话就是口夜恭敬 身口一三夜恭敬 统统包含在里面 啊 那么这里 接下去就是佛罗拿奖的话 他的问话很长 一直到清客如来无上辞回 到那段为止 这是佛罗罗请问的话 文字长 念一段 说一段 大五一的 世尊 善未众生 敷衍如来 第一地 这是先赞佛 赞叹佛是大为大德的人 世尊 就是一般弟子对佛的尊身都称世尊 嗯 世尊就是尊身释迦牟尼佛 大为德 啊 什么叫做大为德呀 他赞叹佛 有大智慧 能断除所有的烦恼 烦恼断尽 他有大为 有这个能力 才能断尽烦恼而成佛 所以古代的解释说 智能断祸 顾名大为 他的大智慧 能把烦恼 祸就是烦恼 能把所有的烦恼完全断掉 嗯 那么 所以才能成佛 这就是他的大为式的能力 所表现出来的功用 什么叫做大的 大为的就是大为大的 就是大为大的 什么叫做大的 他的大悲心 能够普遍救度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叫做大的 啊 显示佛的大悲心 他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因此叫做大的 大为的就是大为大的 这是第一种的双鸣 这是第一种的双鸣 做大的 啊 每个人都会有的人 他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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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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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欢喜地